心理学在交友层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洞察和策略 可以帮助你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赢得朋友的尊重和爱戴并受人欢迎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心理学原则和建议 积极的沟通技巧聆听事关系建立的基石 当你仔细聆听对方的话语 表现出对他们的兴趣 你会让他们感到被重视 进而增加彼此的尊重和亲近感 避免中断对话 并使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鼓励对方分享更多信息 以建立深层次的联系 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懂得管理自己的情感 并尊重他人的情感是重要的 情感智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回应朋友的情感需要 并建立更深的情感联系 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也要尊重他人的界限和感受 共鸣和共情 视著感同身受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情感 当你能够表现出对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更有可能尊重和信任你 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 分享共同的情感体现 可以增加亲近感 自我意识和自我成长 了解自己的价值观 需求和弱点是建立真正关心和尊重你的朋友的第一步 透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成长 你能够更好地与他人相处 并展现出自信和自尊 愿意接受建议和批评 并以积极的方式回应 这将有助于你的成长 并增加他人对你的尊重 分享共同兴趣 找到与朋友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这有助于建立连接和共鸣 共同的活动和兴趣 可以成为深化关系的机会 与朋友一起参与社交活动和群体活动 这有助于扩大社交圈子 并提高受欢迎度 尊重和界限 尊重朋友的界限和个人空间是关系的关键 避免侵犯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空间 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决定 学会拒绝并不是重要的 这有助于建立个人界限并保持尊重 总之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际关系的深层子知识 并提供了建立健康 尊重和受欢迎关系的工具 通过积极的沟通 情感自相 共鸣 自我成长和尊重界限 你可以在交友层面建立更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关系 并受到朋友的尊重和爱大 成为受欢迎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